一个宇宙本体论,是在宇宙论知识背景下的本体论的确知,于是,在中国儒世道三学中除了儒家哲学是一个现实关怀优位的理论体系以外,道佛两家则都是一个基于宇宙论探知之后的人生哲学建构, 于是便只有儒家哲学的极限时世界而论说应然关怀的意理形态是符应于穆先生为时有立法的哲学要求。 一旦当宇宙论与本体论的意理确立后便是一个功夫论与境界论的论理发展, 而在功夫境界哲学的研议中,论究功夫实践活动的要义是一个当下自身的体振与践行, 是一个以主体自觉的发生为第一要义的活动的格式, 自觉是一个对于本体实相的体觉,体觉于本体实相的内阵自立中发生起功夫活动的格式, 这是由性说心,也是以心显性,从论理的进程中说本体论作为功夫主体的证悟奇象, 从活动的进程中说功夫主体的彰显本体, 至于宇宙论的知识兼价的使用则是作为一个广大的存在的背景, 与功夫历程中实作的进展, 但是当世界观的论究旨在于现实世界的系统内言说时, 这个反映于宇宙论知识兼价的功夫历程与境界展现便较不明显, 如如学之系统。 如果是一多众世界观中的宇宙论知识兼价作为功夫实作的背景的形态者, 则在主体的自觉体正的发用中将逐步打开存有着身形神魂的宇宙论形变之形状, 如道佛之系统。 此集从人体宇宙学中建立的存有着变化之论说, 这并不是一个将功夫的活动交给宇宙论的要求下的论理, 并不是宇宙论中的超越意志来命定要求决定功夫实践, 而是功夫实践主体自身的实践活动历程中显现出存有着在宇宙论中的定位的改变, 这是一个人在宇宙论中的地位的探言之学, 这是中国道佛两家特有的实践哲学的另一层异理模型。 穆先生的究理时有之学, 因为意其始便是一个本体论本位的存有论思维, 因此即就中国如是道各家之存在观念的理论体系中要求其体系对时有问题有意表态, 然而,论理的范育实则各家不一, 庄子逍遥游中的遥往剑四字秒姑舍山 遥然丧其天下之说即为一最显明症, 秒姑舍山为一神仙的生活世界, 对于现实世界的天下概念的价值系统因之随而改变, 以及庄子本体论的造化逍遥观念便已到通位一的形态, 取消一切现实世俗世界的观照心理, 因此,即便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的根源问题仍是一整体世界的终极石箱的关怀, 但是关怀的起点无论如何更以先在地决定于各家的宇宙论世界观的前提了,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言探木先生论证时有的哲学问题意识, 并以儒家的道德意志作为现实时有之根源之论理正立之说, 便发现了一个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取向关怀的问题, 世界时有是否应当作为一切理论建构的阿基米德的起点。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世界观的定位标准何在? 道佛两家显然有着与儒者不一样的世界观, 在不一样的世界观下的本体实证之解悟观点意必然不同, 哲学论理的进行意可谓为一个自证元熟之论理系统, 各家各自依据其世界观察之之知识兼价而构作宇宙论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之理论体系, 形态定然有益, 因为基础认知不同, 故而亦造成根本关怀之不同。 如欲要求共同问题之意见表态而众未见构叛教标准者则多深误解。 但是建构回应共同问题的叛教标准又实为一切哲学研究创进发展之必然情势, 于是论究叛教标准之相应与否及准确与否便是对于新哲学体系建构的当然要求, 在相应性及准确性的探求之下, 我们认为论究世界时有知哲学问题意识并不是道佛两家的终极问题, 因为体系中的宇宙论知识兼价已然明白地昭告了世界的结构是一个在气化流变中的多重与在新时流变中的多元, 本体论的探究便将集在此一多重多元的世界结构中意识其中即时相的确意, 佛家体苦与空, 庄子体通与权, 儒家则集在现实经验世界中体正道德, 至于证明世界时相的工作则是落实于功夫活动中的境界追求, 并非一知识活动中的概念定义, 各家各自发展功夫时正时相, 当存有者的功夫纯熟, 境界完满之计, 以及是存有者与整体存在界的宇宙秩序心灵同合为一之计, 即传统中所说的天人合一之境之达之时, 这时真正是一个宇宙秩序及个人秩序, 个人存在及宇宙存在, 人的完成及世界的完成的天人合一之境, 这是一传中言于大人境界之说者意识佛教哲学中言于佛性概念及佛生观者, 一级时有意识时为意源自西洋哲学的问题意识, 九,中国哲学的人生哲学本位的哲学意识时为意识相意识, 西方论究时有, 以整个经验世界为对象所做的探讨, 在百拉图中分为两层, 在亚里士多德中即旧时在世界而言一实体之范畴学, 即由形式与植料应构作亦存在的连续等级而上达上帝下气源出植料, 史宾诺莎说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莱布尼兹说这个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之最好的, 然而康德却说我们只能诉诸上帝射准来保证世界之实有存在, 于是穆先生诉诸一创生实体的普遍道德性意志理性来保证世界实在性, 至于中国本位传统的道家系统之世界观, 则由秦汉之际起及一再的直接论说宇宙发生的阶次历程, 如太初太素太义诸说者, 世界实存已未亦先在的事实, 并不从事于在知识概念的定义脉络中去论证其实有, 并不像西洋哲学所有的论说实有时为为实有而奋战的论理关怀心灵, 当现实的经验本身不足以断说实在之时, 则求诸于意超越实体及上帝概念来保证实有, 并因此基于对于上帝概念的不同定义而发展出各家不同的实在与现象关系的形上学, 或为百拉图的理性与经验之两重, 或为万有在神论或泛神论系统的统一世界观, 或为单子论的多元世界观, 或为绝对精神发展的辩证史观。 但是中国哲学的人生哲学本位之论理关怀是首先定位在对于生活世界的实相的确立, 由之而定位价值, 由之而确立生活标的, 儒家及于现实世界确立价值标的之工作, 心灵意首先并非为正说世界之实也, 而乃首先为确立道德信念之为实相者也, 一旦道德信念为其确立,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建构人存有者的价值, 追求活动之一切需求理论, 孔子说境界, 孟子说功夫中庸说, 本体一传说宇宙, 这都是集在现实世界的道德意识, 以为先在地确定为世界实相之后的论理构作, 所以世界实有的问题不是中国哲学论理的起点, 世界实相的问题才是论理的标的物, 道德意志作为实相的标的物是儒家系统的正量, 通与权是庄子的正量, 苦空是佛家的正量, 各家皆有正量, 本体论中及实相的正量来自实践的体物与宇宙论知识的先在背景, 理解本体论的进路需诉诸宇宙论, 证明本体论与宇宙论的理论需在功夫实践中, 所以中国哲学义都是一个实践哲学的进路, 统合实践学与形上学的论说乃会具于境界哲学的实际展现之中, 中国哲学的一切形上学语言都是境界的展现之学的语言, 形上语言及境界语言, 故而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即是境界哲学, 价值心灵的多种表述时为各家展现本体实相的正量, 使有问题应退位,成为一个论理的虚位。 使各家独立的宇宙论知识得以显出其在理论体系中的应有之决定者地位, 附在以整体存在界的观照,论究实相, 而不论究实有,因此道德创生形态之实相亦只为实相形态之一, 其并未有意理之优位。 当然,就穆先生而言, 存有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关切便是一个对于实有之奋战, 必须即在理论体系中解释世界实存的意理基础, 对于此一基本观点, 我们有两种方案来予以对应, 其一未割置存有论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诠释模型中的术语使用, 另以本体论与宇宙论两种问题意识来替代, 本体论只论究本体实相, 世界实有与否。 世界结构如何? 在什么层次上言说世界的整体问题? 等, 则交给宇宙论系统与理论说, 其二未解消实有问题与存有论问题在概念分析上的同意定义, 存有论只为关切整体存在的实相问题, 实存与否以及如何实存的问题成为另一层的理论问题, 使存有论只等同于本体论问题, 使宇宙论问题独立于存有论问题之外。 如此, 则如家哲学所论理程时的世界时有于道德意志之理论形态成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诸理论形态之一, 如此将更可相应于对道佛哲学之全解, 亦能使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义理建构更有进程。 关于前所论究之第二个问题, 即如家是否即为实有而道佛是否即非实有之学。 我们认为, 当我们以中国哲学为一对于世界时向之追求之学之时, 中国哲学道三学即以皆为一时有之学, 此一时有之意义则等同于价值标的即中即意义之意, 而穆先生之时有之学则只为经验现象界之时在性之时有, 虽然穆先生已存有论之元属指在儒家道德创生意中, 道佛皆为与正说及此, 实则道佛有本体论之探究即有其对于存在世界之中即确定, 有确定就有意义, 就有价值, 就有追求的标的, 就有人身的理想, 就在人存有者之功夫实践中点化了整体存在界的意义理念, 此时无论现实经验世界在道佛系统中从其自家宇宙论观点下事实有恒在还是生灭变化不已者皆已不是第一序的使其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焦点了。 一庄子, 世界是一逍遥自视无目的有巧妙的造化安排, 修正者体词自在即是价值之标的, 即是境界之完美, 即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化了存在的整体。 世界存在的客观现实是为仪器变通流中的轮转无穷, 事实乎是虚乎都已经交代了存在之学, 时有与否更硬归结于宇宙论知识的论理探究, 即在宇宙论知识肩架中来论究本体实乡才是中国哲学各家意理理解的要点, 即在本体实乡中的功夫实践及境界完成便正是各家对于世界理想的落实。 便是使世界成为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有理想可以追求的一理对象, 此时个人要接受哪一种理想的追求便是个人自己的选择了, 而哲学研究之任务便是将各家的理想价值之中即一进经由本体论及宇宙论的宣说而语确立, 并经由功夫哲学及境界哲学的实践及展现而予以正成, 当然, 真正的正成只能是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的完成, 理论中所言说的正成都只是一套言语系统而已。 9. 对穆先生在天台学中的存有论建构之重新检讨。 穆先生以天台学的一念无明法信心之及三千世界而成佛之说作为佛教存有论的原教毅理之形态, 此说中首先是将三千世界的天台概念作为一性据说下的存在之整体, 从此一步再来论究天台成佛观之是否保住了存在之论体, 十。 然而, 一念三千之三千世界之说在天台本是一一心三观之功夫哲学下的观法因缘, 三千并非针对存在界之实指之说, 天台并未对于存在界之整体进行一宇宙论式之之事建构之工作, 三千世一浮动的境界, 是天台止观功夫中的修行者的心念广设, 欲其念律范域之广大, 及三千世界而收设一心之中乃本于信中之所具, 因此得保一切修正之可能, 故云时界互聚, 而得及九法界而成佛, 故赤华言为原理断酒, 即佛应不坏恶法门而成佛, 此中所论皆为天台功夫哲学思维脉络下之一理尽成, 因此使法界即法界互聚而成之百界即复合时如是之千如是即复合三世界之三千世界之说皆为界而一念的信具含符, 并非存在世界的客观的法, 依佛教教义本怀, 实无法的客观存在之说可立者, 信具之具人是心具即是念具, 若无一念清净之般若智之真定赦助, 即是弥界因缘, 此一念是一无明之念, 虽然天台家亦提出一念无明法性心之说已无明即法性法性即无明, 然此皆为能即为为天台家在做存在界的正说活动, 而只能认之为一功夫活动中的心念转设之功夫, 既是无明即不正立存在, 既不正立存在, 又如何安心于其宝珠存在呢? 是佛教教义系统者即不应有对存在介于已宝珠之论理, 修行者可以及于一切无明之念时中而转染归境, 但是从不保住一无明染时而起限之一切存在。 穆先生之存有论哲学问题意识中先在地以一切存有论系统必须论之存在之法的安利即必然而后可, 于是以天台性据说来批评华言原理断九是说天台及九法界而成佛之说是保住了存在, 但是天台保住了存在了吗? 天台批评华言原理断九之说是佛教教义内部之功夫征颂, 其实天台是功夫论的关切而华言是境界论的关切, 简单的说, 即依天台系统而成佛之成佛境界者之境界本身之哲学问题依然是一个佛教教义里的哲学问题, 成佛的境界当然只是就佛境界而为言说的一任清境法的存在, 其一旦称性而起, 则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此只称佛者之任运的境遇乃称性而起者, 称性而起依其而有法之存在, 为其之法即无有存在, 依佛境界而言如何须有不在佛性境界之外之存在? 此其非亦矛盾命题, 此华言一境界哲学之言说而天台义功夫哲学之言说而穆先生皆平面地都以之为存有论之言说, 一在天台之功夫设受之念具之境中论里存在, 一在华言佛境之性起斩步中论里存在, 此皆非为佛教教义论里存在之准确位置, 佛教论里存在之说时无定说, 即在天台学中意未能尽说, 天台乃依禅观尽录之功夫哲学建立宗派, 由一心三观三地圆融至性具三千不断性恶诸说一路下来皆指已现有之佛教教义系统中之得为言说存在界之一般说法系统下来说功夫之静静者是, 佛教存在之说因着其为无名其限之缘起论的宇宙学故而绝无定相宇宙之可能, 故而华言由境界哲学入路之时即以法界缘起说意重重无尽之世界观者, 因此即以一切存在而成佛之宝住存在之说并非佛教教义之重点, 即以一切境界而皆的成佛之说才是佛教论理之重心所在, 天台之时法界互惧之说原为言说存有者之心念流转之可能, 并从而论说存有者之在一切境界即此时法界中之皆能成佛, 只要在任意法界之存有者心念能全全守在佛法界中之即可。 对存有者而言,其存处于哪一个存在界以及存在于哪一个法界其实也是自心流转之自造业果, 因此任意法界之存在皆无存在之必然, 既无必然则无从保住,保住一说就佛教教义而言实为多此一说, 天台并不论说存在,天台实为论说功夫之可能而强调及于一切法界互即存有者自身所处之世界互即任意境界之当下皆乃可能成佛者。 天台既不论说存在故及无有保住存在。 木先生认为佛教存有论要得成立必须说即存在并保住存在这是一回事, 天台是否说即存在即说尽存在更在成佛功夫作用中保住存在这是另一回事, 以木先生之理论关切,一切存有论意理之成熟, 必须即在存在诸法中使其有存在的创生即存在的必然, 而此即为有道德意识为唯一可能之存有论原理, 即以道德意识本身为一创生意志之实然作用而与整体存在一创生且必然之保证, 即此之故, 佛教存有论系统中并不具备此一创生性意志之道德意识, 其各系统中之最高存有原理以及最高本体范畴之作用旨在呈现存在诸法之如实而然而已, 当其如实而然之计之功夫活动如能使诸法之存在皆的一成佛原境之完成者即为宝珠存在之原教义理系统, 此天台即三千世界而成佛之说之可贵者, 然天台之即三千世界成佛之说乃修正者之德即于任意境界皆成佛之说者, 非为任意法界之当有一众生成佛之计即全体是佛, 因此天台并未进行保住诸法存在之论理工程, 即便天台后其思想中发挥佛不断性恶岂能坏九断九即批评华言为原理断九之诸说中, 亦只能保证任意存在法界之众生皆有成佛之可能, 并未保证任意法界之存在为亦存在上知必然。 人存有者或任意存有者可有在一切处的成佛之可能, 成佛者得有在一切处对一切存有者皆度其成佛之愿量, 但并不表示成佛者对一切存在之法将于已存在之宝珠, 作为存在之法之法界观念在天台一念三千观法中 拉开来的是一个正法心念的量欲, 三千在理是一个修正者的心念在班若空观之实相如理之境中, 转一切恶法为中道正观, 不是正一切存在为存在之必然, 班若思维即于一切处而观其如实婉然之功夫时作之活动者乃因空观之本身即为不住之绝对思维, 不住善不住恶不住地寓意不住于佛, 住即有对有对即二佛法不二即班若思维中定于清静境界之中, 故班若思维之发动即的于一切存在之境界中当下转化, 天台家本位班若学之法脉, 班若学思维中即空即甲即中的三地圆融思维之发动即在当下一念中无论性具三千皆的三千在理, 因此在功夫的发动中即一切法而有成佛之可能, 但是这并不是就一切法而正其为实, 即便是无名即法性法性即无名之说者, 亦皆需在一功夫时作之境界寒舍之状态中才可, 并非一只是行上学的客观论理, 而是一在功夫境界时作下的言说, 言说其一切存有者得及于一切存在处境中之境界而当下使其清静无染者, 穆先生在存有论原成的一理兴趣的强烈信念中, 迫使本来只在功夫境界中言说的天台禅观法门之学转成天台形而上学而易出的为天台论说了客观存在之存有论哲学, 同样的在华言言说成佛境界的法界缘起一切清静之佛境界之说中亦转化之为一言说客观的存在界之存有论哲学, 又窄化其随缘起现之境界创造在未创造处有益存在学上的法界挂漏。 十、结论 穆先生的哲学体系宏大绵密,理论进行之层次过多, 欲由一篇短文简单结构之时非可能, 更遑论批判及解构, 本书四章将再次讨论穆先生的哲学观念。 一、参见其言, 你要解脱,表示你的断德,也要就这三千世间法而解脱。 所以,当我解脱的时候,当我表现般若的时候,当我成法身的时候, 那一切法都在我这个般若解脱法身里面保住了。 这里面却有妙趣,不要说你修行道了,你就是了解到这一套也很美。 这比上帝的创造美多了,甚至比,天命不已,的创造还美。 但我并不做佛弟子,我还是赞成儒家这一套, 这才能心安,才是安身立命之处。 穆宗三,四应说,演讲录, 鹅湖出版社,1997年9月再版, 页231。 二、参见其言, 照儒家的立场, 肯定这个世界继续下去, 最后根据是道德的创造性, Moral Creativity。 所以儒家一定肯定道体, 这个就是道体的所在。 道德的创造性直接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道德意志, 道德心性而显。 客观的讲究是天命不已, 天命不已就是创造不已。 穆宗三,四应说, 演讲录, 鹅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117, 另言, 我们不想这个世界崩溃, 是靠有一个余目不已的天命在后面运用, 不停止的运用, 那么, 这个余目不已的天命从哪里证实呢? 最重要的是从孔子所讲的, 人, 与孟子所讲道德的心性。 儒家讲人, 讲心性之学。 人, 是生道, 心性之学就是显最根本而亲切的道德创造性, 道德创造性从我们的道德心性而显。 拿这个道德心性的创造性证实天命不已的那个创造性。 这一套本体宇宙论没有像西方独立的分别的从存在, to be, 那个地方将ontology, 也没有分别的从上帝那里讲cosmology, 它是本体宇宙论和而为一的讲。 本体宇宙论和而为一的表示, 哪些句子表示呢? 就是甘团所说, 大灾甘元, 万物滋始, 甘道变化, 各阵性命, 宝和太和, 乃力真。 这就是本体宇宙论合一的一个创造的过程。 甘挂的四德, 圆, 亨, 力, 真, 四个字也是表示一个本体宇宙论的过程, ontocosmological process。 这是异传表示。 中庸怎么表示呢? 中庸从, 成, 表示, 成者, 物之忠实, 不成无物, 第二十五章。 为天下至成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 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第二十二章。 其次至趋, 趋能有成。 成则行, 行则者, 者则明, 明则动, 动则变, 变则化, 为天下至成为能化, 第二十三章。 这些话都是表示一个本体宇宙论的创造过程, 拿, 成, 来贯穿, 这不是很具体吗? 一传是拿, 大哉前缘, 来贯穿, 成, 前缘, 就等于西方上帝那个地位。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夜一一八一一九。 三, 参见其言, 我称到家的行而上学是境界形态的行上学, 不是时有形态的行上学。 西方的行上学, 儒家的行上学都时有形态, 但到家不是时有形态。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夜七十三。 四, 参见其言, 道德的行上学, Moral Metaphysics, 是以行上学做主, 道德的行上学就是通过道德的入路建立行上学。 行上学是对天地万物有一个交代, 有一个说明。 行上学包括本体论与宇宙论, 就是对着天地万物说。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页五十三, 另言, 道德的行上学是指康德所说的超越的行而上学奖。 行而上学有两部分, 一个内在的行而上学, 一个超越的行而上学。 这个超越是超越是超越的意思。 超越的行而上学讲上帝存在, 灵魂不灭, 自由意志。 超越的是超离经验, 因为上帝存在, 灵魂不灭, 自由意志是超离经验的, 经验所达不到的。 康德除超越的行上学之外, 还有一个内在的行上学。 内在, immanent, 对那个, 超越, 讲, immanent一作, 内在的, 不太恰当, immanent是内止的意思, 经验范围内的意思。 在康德, 这等于对知性的纯粹的分解, 讲范围那部分, 讲范围那部分都是内在的行上学。 就是传统讲的ontology, 到康德来一个转化, 把ontology转化成对知性的超越的分解, 代替以往的ontology。 以往的ontology讲本体, 因果, 时间, 空间。 照康德看, 这种形而上学是内在的行上学, immanent metaphysics, 是现实经验范围之内的, 内在的行上学所说明的天地万物都是在经验范围内的。 穆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鹅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在版, 页五十六。 五, 参见其言, 中国的存有论, 本体宇宙论, 是动态的。 穆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鹅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在版, 页九十四, 另言, 中国人从什么地方表现存在呢? 就是从, 身, 自表示, 身, 也是各动词, 身就是个体存在。 这样了解存在是动态的了解, 所以儒家讲, 身身不息, 身身不息, 不是动态吗? 因为是动态的讲, 所以讲本体论就含着宇宙论, 中国人本体论宇宙论是连在一起讲, 没有分开来成两种学问。 但西方人讲形而上学分本体论, Ontology, 和宇宙论, Cosmology。 穆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鹅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在版, 页九十五, 另言, 中国人的传统从, 身, 讲存在, 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分别讲的本体论, 与宇宙论, 它是本体宇宙论和而为一的讲, 成本体宇宙论。 这是动态的讲法。 穆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鹅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在版, 页一百一十七。 六, 参见,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年三版。 另见其言, 照康德讲的法, 人没有, 智的直觉, intellectual intuition, 这种能力。 智的直觉是直接看到, 而且这个直觉不是认知的, 不只是看到的。 他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出现, 上帝看到这张桌子, 他就创造这张桌子, 因为上帝是个创造原理, 所以智的直觉是一个创造原则, 不是个认知原则, 不是个呈现原则。 这种意义的智的直觉, 中国人也有, 而且如是道三教都肯定人有智的直觉。 从道家的玄智, 从佛教的实相般若, 从儒家讲人, 讲良知而发的直觉, 统统是智的直觉。 智的直觉不是个认知的能力, 它是个创造的能力, 所以从这个地方讲创造性。 慕宗三,四英说, 演讲录, 俄胡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193。 七,参见, 中国哲学十九讲, 台湾学生书局。 八,参见其言, 基督教说上帝, 儒家说, 天命不已, 事实有形态, 那叫做实有形态的形上学, Being, Form, Metiphysics, 或存有形态的形上学。 西方的形而上学, 从希腊开始, 不管是存有论, 说本体论也可以, 宇宙论, 统统是实有形态。 慕宗三, 四英说, 演讲录, 俄胡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七十七, 另言, 西方形上学统统是实有形态, 不管唯心论, 唯物论, 近代的, 古代的, 都是实有形态。 境界形态译成英文很困难, 因为西方没有这个形态, 中国先情经典也没有, 境界, 这个词。 境界这个名词从佛教来, 但我们平常说, 境界, 跟原初佛教说的, 境, 界, 也不一样。 现在用一般人了解的普通意义来说, 境界, 是从主观方面的心境上讲。 境界形态我一作, Fission Form, 就是说你自己的修行达到某一个层次或水平, 你就根据你的层次或水平看世界, 你达到了这个水平, 你就这样看世界, 你若在另一水平中看, 你的看法就不一样。 你看到的世界是根据你自己主体的升降而有升降, 这就叫做境界形态。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夜七时期。 九, 参见其言, 西方人依时有之录讲行上学, Metaphysics in the line of, Being, 西方形而上学一开始就从, 有, Being, 卓眼, 为什么讲有呢? 什么叫有呢? 有, 是从动词, To be, 来。 中文没有动词, To be, 那么, 中文怎么了解这个存有论, Ontology, 呢? 文字没有, 但思想意理总可以接触到这个道理。 中国的存有论, 中国的存有论, 本体宇宙论, 是动态的。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夜九十四。 十, 参见其言, 通过, 动力音, 来说明天地万物的存在, 照佛教讲就是说明一切法的存在。 这一切法的存在, 不管是阿赖耶缘起或是如来藏缘起, 一切法的出现最重要的就要靠无明, 还是原初的夜感缘起, 从无明开始。 所以, 照佛教讲, 这个, 动力音, 既不是靠上帝, 也不是, 天命不已, 也不是到家的那个, 无, 而是无明。 有无明而有一切法。 那么我们修行成佛, 成佛就要从无明中解脱, 那么, 我们成佛以后, 一切法还保住保不住呢? 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 这个地方佛教提出一个原教, 达到真正的原教, 才能保住一切法。 没有达到真正原教的时候, 一切法统统保不住, 就是说从无明所缘起的天地万物一切法到时候断掉, 没有了。 这就保不住了, 没有必然性。 没有必然性怎么成呢? 因为佛教不是断灭主义。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228、229, 另言, 我们修行成佛是就着法而修行, 就着法修行把你的病去掉, 这个法并没有去掉, 是怎样能够把这个法圆满起来? 就着法而修行就是说没有一个法可以离开。 就着一切法而成佛, 在成佛的过程中就把一切法保得住。 你觉悟时候也不是说离开这个生死海, 就着这个生死海而成佛。 那么, 成佛的时候一切法统统干净了, 在这个地方, 他可以把一切法保住。 假定成佛的道路不是原教, 你还是保不住。 成佛要是原教才能保住一切法。 这个原教的意义就是天台宗所表达的。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俄湖出版社, 1997年9月再版, 页229, 另言, 你要解脱, 表示你的断德, 也要就着三千世间法而解脱。 所以, 当我解脱的时候, 当我表现般若的时候, 当我成法身的时候, 那一切法都在我这个般若解脱法身里面保住了。 这里面却有妙趣, 不要说你修行道了, 你就是了解到这一套也很美。 这比上帝的创造美多了, 甚至比天命不已的创造还美。 但我并不做佛弟子, 我还是赞成儒家这一套, 这才能心安, 才是安身立命之处。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而胡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页两百三十一, 另言, 三千果成, 咸称常乐, 你通过修行达到佛果的时候, 三千法统统是常乐, 不但你的法身常乐, 三千法统统是常乐, 统统纯洁化。 这样你才能保住三千世间法。 保住三千世间法, 佛教式的存有论才能够出现, 才完整。 穆宗三, 四应说, 演讲录, 而胡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九月再版, 页两百三十二。 三千两百五, 八零三, 一三二OK九Text斜线HTML 二十九Friday, 二十六Nomani, November二千零一十五点五十分五十一秒, GMT二十八二千零三十四CC-139B9年四月九十五一一四一零B4C0003 Hites五千八百零三十三,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度保锐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对目中三权是周连锐的方法论反省。 首页, 向上, 功夫境界世界观世易, 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意识反省, 当代老学道论研究的基本哲学问题解析, 当代新儒家哲学在台湾的影响与理论反省, 对梁树明东西文化与哲学比较观点之反省, 对傅伟勋谈中国哲学工作方法及方法论观点之平息, 冯友兰对中国形上学论变的方法论解析, 冯友兰心理学建构的理论反省, 冯友兰此在世界道德精神重建儒学的理论建构, 冯友兰, 真元六书, 中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 冯友兰, 真元六书, 对中国人生哲学精神的比较观点,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所以为心儒学意见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宋明儒学之课题与分析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谈章载道体性体心体意的方法论反省, 是论木宗三哲学的如佛会通, 从木宗三哲学谈如佛会通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批评诸希宇成一之大学权势的刚领性意见之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诸希宇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诸子中和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权势诸子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对木宗三诸希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当代宋明儒学研究与中国形上学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真理观问题, The Question of the View of Truth in Chinese Philosophy, 对劳斯光先生宋明儒学权势体系的方法论反省, 对劳斯光先生道佛权势的方法论反省, 对方东美论中国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uddhist Study of Thong H. Fenn, 方东美对中国大臣佛教义宗教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方东美对大臣佛学中国化的诠释立场, 对唐军义高举儒学的方法论反省, 档案下载 对木宗三权势周连希的方法论反省, 台湾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杜宝瑞, 摘要,略, 关键字,略, 大纲, 一,前言, 二,原教的形上学之权势立场, 三,直观的宇宙论, 四,由成体坛联系的入路与限制, 五,气质之性的概念定位, 六,思的功夫论问题, 七,无极而太极解, 八,结论, 一,前言, 本文讨论木宗三先生, 心体与性体, 书中对周连希的诠释意见, 重点在对其做方法论的反省。 本文是笔者将一系列讨论木先生, 心体与性体, 制作的专文之一, 本文的工作方式为将木先生的诠释意见做重要议题的深入讨论, 一方面呈现木先生思路的特点, 二方面依据笔者的方法论解释架构提出反省的意见。 企图使宋明如学的诠释, 在深受木先生影响下的形象能有所转换。 以下各节讨论议题都是来自木先生建构周连希哲学的重点项目, 这些项目将能呈现木先生思路的特点, 也将能借此表达笔者对其思路的检讨意见。 二, 原教的形上学之权是立场。 木先生讨论宋明如学, 在其专注, 心体与性体, 终究从从周敦仪开始, 其言, 本书全表宋明心性之学, 从北宋起, 直接断字周连希。 以木先生此处使用, 心性之学, 的概念, 这同时也是劳斯光先生最重视的概念。 然而在木先生全书讨论中, 心性之学, 的概念却不如其他项, 道德的形上学, 纵观系统, 原教系统, 本体宇宙论, 等概念的使用频繁, 心性之学, 固然是他讨论的起点, 但是行上学的思路, 才是最具主导性的。 一级劳斯光先生所重的, 心性论, 概念, 虽亦为木先生所重, 但他更主要是以建立, 行上学, 系统为定位宋明儒学的纲领。 穆先生说, 无精止名言, 中国文化生命发展至北宋, 以借弘扬儒家内圣之学之实, 此为历史运会之自然的所迫制者。 应是历史运会之自然的所迫制, 故联系之学, 虽无失诚, 而心态相应, 出与集合。 而, 所谓心态相应, 生命相应者, 实际道德意识之豁醒。 道德意识中含有道德主体之挺立, 德性动员之开发, 德性人格, 德性之体现者, 之极致。 3. 穆先生所说的历史条件, 只能说是他自己的历史判断的意见, 并无证据也无法证明, 真正能做的就是对宋明如学系统的理解与诠释意图而已, 而这也正是最重要的工作。 至于所说的心态部分, 穆先生指指指就是对道德意识的理解, 以及主体的道德实践与达至最高境界的事实。 而这几句话其实也就是整个穆先生宋明如学思考的问题意识之总纲领, 包括价值意识的本体论, 主体实践的功夫论, 实践完成的境界哲学。 但是, 笔者虽以上述三种哲学基本问题定位这几句话, 但在穆先生的处理中, 却是以一套道德行上学的原教系统, 以收管支, 以及这些都被穆先生收编在一套行上学解释体系中了。 并且, 穆先生因着要以形上学形态定位周连希之学以及其他宋明如学系统, 而对于曾由劳斯光先生提出的, 《星性论中心》的解释架构, 以批评周敦一位宇宙论中心之说, 穆先生十分反对, 因此展开大篇幅的批评, 其言。 而周子之默契此意, 则自中庸, 后半步, 与意转入。 中庸意转者是先秦儒家继承沦与孟子而来之后其之冲其极之发展。 所谓, 冲其极, 是通过孔子见人以知天, 孟子静心之信以知天, 而由人与信以通彻, 于目不已知天命, 是则天道天命与人, 信打成一片, 贯通而为依, 此则无意明曰天道性命相贯通, 故道得主体顿时极须朴而为绝对之大主, 非指主宰无人之生命, 实意主宰宇宙之生命, 故必涵盖乾坤, 妙万物而未言, 遂亦必有对于天道天命之彻物, 此若以经语言之, 即由道德的主体而透制其形而上的与宇宙论的意义。 4. 以上伸说周敦已从中庸, 一传, 契入仙情儒家的思想脉络, 而中庸, 一传, 的角色已经是仙情儒家继承孔孟精神之后向天道发展的数作, 一级由孔孟言人言信之作向天道衍生而贯通之。 如果说在孔孟之处就是道德主体的实践活动的发挥, 那么道, 中庸, 一传, 处就是提升这个主体的发挥使得它也具备主宰天地万物的意义, 故道德主体顿时极须朴而为绝对之大主, 非只主宰无人之生命, 实义主宰宇宙之生命, 那就是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有了对整体存在界的大彻大物而身体之, 因而能, 由道德的主体而透制其形而上的与宇宙论的意义。 此处应特别注意的是, 穆先生自己的话语中万分明白地表示了这是由道德主体而感知, 体之形上学, 宇宙论的意义, 也就是说, 中庸, 一传, 的形上学宇宙论形态的命题是经由孔孟的道德主体之见人静心的功夫活动而撤悟了天道的意义, 因而说出了天道的客观性真相, 因而有了形上学宇宙论的建构, 所以, 中庸, 一传, 的形上学宇宙论建构是因着实践而有的建构, 本身与实践无法割离, 没有实践就没有这一套形上学宇宙论。 笔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 穆先生此说差不多就把, 中庸, 一传, 的, 形上学, 宇宙论, 说成了使一套孔孟星星, 功夫论, 向下所辖的系统了, 因此也就预含了功夫做的最好的圣人, 其所感知体质的形上学宇宙论也就是最圆满的系统, 但是, 这就又再度将, 形上学, 宇宙论, 说成了使, 境界论, 向下所辖的系统了。 因此, 一切都还是要回到主体的实践中, 才能确定这, 中庸, 一传, 这一套形上学宇宙论的知识地位。 也因此, 穆先生批评了劳斯光先生极力主张的思路, 以及是以, 中庸, 一传, 为孔孟星星论下的形上学宇宙论之说, 其言, 若是表面观之, 此言若为空头的外在的宇宙论之兴趣, 而特为某种现实感特强者所不喜, 亦为诱于道德欲, 人文界, 而未能通透彻至其己者所生厌。 实则此种不喜与生厌中之歌节 既非先情如家一脉相成开朗无碍之智慧之全貌, 亦非北宋诸如体悟天道天命之实义。 是以若以西方哲学康德前之外在的非批判的形上学室之物也, 明知曰宇宙论中心者亦物也, 又于人文, 且敢于现实, 而不准涉足乎此者亦非儒家道德亦是中道德主体之含量之本意, 此为道德之局限, 而非儒家开朗无碍之道德智慧也。 5. 劳先生依据康德哲学的思路, 将行上学, 宇宙论的哲学系统, 视为不能正成自身的普遍原理的哲学, 因此是从恐梦心性论之言于实践活动的哲学下的堕落系统, 一级, 劳先生并未将, 中庸, 异传, 视为如沐先生所说的视为由恐梦心性论之实践所体悟感知的整体存在界的意义, 而是外在的, 客观的, 独断的, 与实践无关的系统。 逼者以为, 庸, 义, 行上学宇宙论当然是一套外在的客观的学生, 系统, 只是它的被认识, 被确定, 被证实的路径是由主体的实践活动而得的, 但是它与主体的实践理论仍有重大的理论内在关系, 此即是作为主体实践活动的客观理据。 一级理论系统上说, 行上学宇宙论是功夫论的理由依据, 而从命题正成的角度说, 实践活动是正成行上学命题之为普遍有效的途径。 所以, 实践活动从经验上正成行上学命题为真实的, 行上学命题从理论上保证功夫理论为有效的, 功夫理论提供实践的方法知识, 主体实际去从事实践活动, 待其成功, 则正成了其行上学命题, 甚至包括功夫理论的真实有效性。 因此, 劳先生看到了行上学理论的外在客观性, 却忽略了他有可以被主体内在正成为真的可能性。 慕宗三先生看到了他有可以被正成为真的必然性, 却忽略了他自身作为理论存在的独立性特质, 而不断地将行上学与功夫论和境界论结合共构, 于是将一套客观行上学系统说成了一套谈主体实践的功夫境界理论。 参见其言 开朗无碍之道德智慧必透至此而始冲其极, 必冲其极始能得圆满。 圆满者圣人见仁知天圆教之境也。 此圆教之境, 中庸一转圣发之, 北宋诸如极器皆此境而立言。 故其彻悟天道天命而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与宇宙论的意义, 是圆教义, 非是空头的外在的形而上学, 亦非泛宇宙论中心也。 道德主体既如此, 则就德性动员之开发言, 此道德主体作, 绝对之大主者, 即是道德的创造, 亦即真实创造, 之真集。 圣之学, 心性之学, 为是开辟此道德创造之真集以, 无人之大主, 亦且为宇宙之大主。 而礼不空言, 道不虚弦, 必以德性人格以实之。 德性人格者即体现此大主, 体现此创造真集之谓也, 体现之极至极为圣。 圆教者亦相应圣人境界而言也, 故如家道德哲学之有形上的意义与宇宙论的意义, 必依贱人之天之原教而理解始不悟, 亦离乎此, 则迷茫而乱矣。 6. 本文之内容, 使以揭示穆先生整个儒学思维的总纲, 以及孔子的贱人与孟子的静心, 将不仅只是道德实践主体的真实作为, 更且同时要成为客观世界的活动意义, 因此主体的实践有客观形上学及宇宙论的意义在, 即主体的实践活动甚至也已经是整体存在界的活动的主宰, 主体体现道德意志而为实践活动, 整体存在界亦因此体现其道德意义, 整体存在界的道德存在意义由主体的实践而呈现并由之而主宰之, 主体的实践达至究竟至极之近时, 即是整体存在界的存在及活动意义达至究竟圆满之时, 此即圣人之作为, 更意味原教义之行上学, 以及说圣人竟借语说行上学的圆满极致之学变成了同一件事, 但也因此儒家的行上学宇宙论成了可说之学, 只是此一可说之儒家行上学宇宙论却必须即是从实践之体之, 感之而说的, 而其系统的极致又必须即是就着圣人境界之体之, 感之而说为系统的圆满的。 是以穆先生的原教说等于就是说圣人的境界论, 即如其言, 原教者亦相应圣人境界而言也。 穆先生之说圣人是道德实体之实践的圆满意者又见下文。 道德的实体只有通过道德意识与道德建律而呈现而印证。 圣人是道德意识道德建律之最纯然者, 故其体现此实体、成体, 亦最充其极而圆满。 所谓充其极而圆满, 一再肯定并证成此实体之普遍性, 即此实体是变万物而为实体, 无一物之能外, 二是圣心得量之无外, 实体之绝对普遍性即在此无外之圣心得量中而为具体的呈现。 不只是一外在的前存的肯定。 此圆满之模型即是理想之圣人, 现实尚未孔子所代表。 7. 穆先生说道德的实体本是一本体宇宙论式的形上学论述, 但是他又说这个实体是需要透过主体的道德意识的实践 才能印证, 故而圣人是这个实体的最冲击的体现者, 是圣人在证成此实体的普遍性, 也是此实体的普遍性在圣人的实践中而呈现, 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 即是此实体的理想模型。 逼者以为, 说实体被圣人的实践而证成的话是可以说的, 也是可以经过经验的实践而验证其是否如此的。 但是圣人毕竟是说的人存有者的境界, 此实体之为一本体宇宙论的假设, 却仍应是一客观的实体而谈其有否被证成, 而不是就在圣人的实践中说其理想型, 说理想型只能是说圣人未体现此道德意实体的理想型人格, 而不能说圣人就是这个理想型的实体, 如此一来就是把客观型上学的本体宇宙论的道德意志实体说成了主体的境界了。 这是笔者一向认为是穆先生的话语中的混淆之处, 也正是穆先生因此形成对宋明如学分析问题的超越依据, 然而却是一将主体实践活动的理论与客观型上学的理论混淆痛制的做法。 右键下文 宋明如之发展, 大体是由中庸一传开始而逐步向论梦转, 以孔子之人与孟子之心为主证实天道成体之所以为天道成体而意知意知于人, 意知于心, 重新恢复先秦儒家从孔孟到中庸一传之发展。 如此而知中庸一传是其原境。 否则, 中庸一传之天道成体只是空头的宇宙论的, 亦是外在的, 此则克众而主亲, 连希恒曲具有此意味。 本是主客观之真实统一之原教, 然而应不能通观先秦儒家发展之叙岁显出客众而主亲, 亦可说是, 亲而外众, 主观性原则, 心, 不足故也。 逐步向论梦转, 第一步关键是明道之意本论, 第二步关键是向山之梦子学。 至此而主观性原则彻底挺起意, 八。 穆先生的意思就是说, 先秦儒学有孔梦的主体实践之理论, 发展到预设这个实践活动但却阔及天道的, 中庸, 一传, 之作, 因此这时的, 中庸, 一传, 之作就能有益于主体实践的挺立而有刻, 观证实的圆满。 一传, 逼者以为, 中庸, 一传, 的客观形上学的命题是一本身就是作为客观意的形上学系统, 它可以被主体的实践而证实是一回事, 它是否预设了孔梦的实践活动又是另一回事, 说主体实践活动是一回事, 说主体实践活动的理论也就是功夫论又是另一回事。 就理论建构而言, 只要是说了客观形上学, 就在理论上可以推出主体实践的理论, 也就是功夫论, 所以, 中庸, 一传, 的客观形上学在理论的发生过程上固然是依据孔梦的实践活动的理论而上推的客观原理系统, 但是它的理论角色是作为一套客观的形上学命题原理, 以便成为主体实践的理论也就是功夫论的理论依据。 它的命题发现的次序是一回事, 它的理论角色的逻辑系统定位是另一回事, 穆先生是把发现的次序与系统关系的次序混淆了, 以及是把实证的次序与逻辑系统的次序混淆了。 依据笔者的研究, 周敦一对中庸, 一传, 的诠释而发言的文字, 一方面就是一套客观形上学的系统的转述继承, 二方面就是直接推出主体实践的功夫境界理论, 所以,并没有周敦一的系统有所谓的主体实践面的缺乏知识。 更深入言之, 周敦一哲学对于先情、中庸、异传、哲学的讨论, 其实就是重述使用而未有重大的发挥创造, 在形上学层面上, 仅有简单的宇宙论系统的建立。 真正的创作意义的重点反而是在圣人境界的言说上, 并且就是依据《中庸、异传》的形上学语言以言说圣人的作为的意义, 根本上成就的正是一套境界哲学, 并且在这套境界哲学之内就充满了说明主体实践的功夫理论。 所以,周敦一并不是大谈形上学的本体宇宙论的系统而缺乏主体实践理论, 周敦一是大谈主体实践的功夫理论, 以及主体依据形上学理论而要追求的圣人境界的境界哲学, 在他的系统中绝非偏刻忽主, 众外倾内,因而须有明道之一本于象山, 扬名的主体实践之学以为补足。 3.直观的宇宙论 前文术及穆先生将主体的实践活动及达至理想境界的圣人状态说未形上学的圆满, 这是穆先生说形上学的一路, 但穆先生也有说形上学的客观陈述的一路, 即说其唯一,直观形的宇宙论规定, 这个术语在后来其他的文本中则称之为, 纵观形的形上学,参见其言。 总起来,中庸言, 成者物之中始,不成无物, 一切事物皆由成成始而成终。 由成成始而成终, 即是成体贯彻于其中而成全之。 在此成始成终之过程中, 物得以成其为物, 成其为一具体而真实之存在。 设将此成体撤销, 则物即不成其为物, 不成其为存在, 而归于虚无。 此即所谓, 不成无物。 无物即无中始也。 自始体言, 为成体流行, 自轨迹言, 为中始过程, 自成果言, 为世事物物。 无人可规定物为一特殊的中始过程, 亦可规定为在一特殊轨迹中表现的 成体流行之特殊满足, 完成。 此种规定名曰直冠行的宇宙论的规定, 因, 物之中始, 亦语即是亦宇宙论的陈述。 此种规定非是方法学的逻辑规定, 亦非是认识论的认知规定, 而乃是自实体成就上之实现的规定。 9. 以上这个说法中, 穆先生把成体说为一宇宙本体论的实体了, 就是它的存在及作用而有了天地万物的真实生发之过程及结果, 并且若无了它, 即无物。 逼者认为, 不成无物, 应该是指的社会事业的实践完成需要成的价值意识来推动, 而且是人类主体的推动, 原来说的并不是天道实体的推动。 但是在, 中庸, 的使用中, 亦确实有穆先生从天道实体说的创造作用亦, 这是穆先生的当代心儒学之善解, 这个作为天道实体的成体自有它在穆先生诠释中的与实践主体的性体, 心体一致的价值意识, 并且穆先生只认定其极是同一个实体, 而这就是穆宗三哲学的系统建构。 重点是, 穆先生以成体为意识体而有创生宇宙的作用, 而说明天道流行的意义, 并且将其称为直观形的宇宙论, 此中有要意在, 此意及穆先生认定儒家形上学是要执认肯定天道对天地万物的创生时有的作用, 因此说谓直观形以及后来的纵观形之说法者, 就是要明指儒家形上学在、中庸、异传、的形态, 即是发展于孔、梦的形态在、也是发挥于周连希的形态。 而有所不同于成仪、珠希的形态者、后者即被穆先生称为横射形态者, 亦即不负责创生的作用。 所以,创生之并时有之便是穆先生说儒家形上学的根本立场, 而道佛两家却有不能保住时有的情况, 因而是纵观系统的横讲, 说谓纵观是说道佛一样说到了本体宇宙论, 说谓横讲是说道佛不能有真实创生时有的立场, 此又即是穆先生的如是道三教辩证之立场。 而此一纵观行的宇宙论之说法, 之所以可以保住创生时有益, 时是因为穆先生以主体之实践而至圣人境界之实事而说为有其保证的。 而此一级又是笔者认为的穆先生时是把主体的, 实践活动与客观型上学系统的建构混味仪式的做法。 4. 由尘体谈联系的入路与限制。 中庸、颜臣、联系继承并发挥, 穆先生指其所言之臣主要为天道实体意, 但意应有人道主体之意在,其言。 为至尘未能尽性,即以尘体之, 容渗透于性体,此即是性,离此别无性也。 性与天道皆只是一尘体。 性与天道是形式的说,客观的说, 而成则更是,容的说,主体的说。 10. 本文为穆先生解读, 中庸、知语,以主体之诚意志贯彻于现实生活中的活动, 才能充分实现性体, 又至天道意味依此诚意志之实践而呈现。 穆先生又说性与天道是形式的说, 成是主体内容的说。 逼者以为,中庸, 本身本就包含了以成直接为天道而复命于人的第一路, 以及以成为主体实践的价值意志而体合于天道的第二路。 第一路是第二路的形上理据, 第二路是第一路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正立方法。 第一路为行上学, 第二路为功夫论。 此外, 性与天道, 甚至是, 心、 情、 礼、 气, 等是, 存有范畴, 成, 是, 价值意识, 是主体实践时的价值意识其项, 至于, 存有范畴, 及, 价值意识, 两者都可以作为说本体的文字使用, 至于个别系统是以那一个概念为本体, 则端是系统本身的使用, 两种概念互不冲突。 接近的说法又见下文。 联系以臣体和式意传, 于意见出性命之根源其实意及此性命天道相贯通之大意也。 此臣虽意识功夫自作用自, 然即在臣之功夫作用中, 性之全体, 容具于中, 故臣意识功夫, 意识本体, 故曰臣体, 而臣体意等于性体也, 十一。 穆先生说周敦仪以, 中庸, 之臣和式, 意传, 的文本系统, 周敦仪确实是如此做的, 不过这样做完全合法, 因为, 中庸, 之臣是价值意识的概念, 如家几个价值意识的概念必然是意识相通的, 如, 仁义理之, 与, 臣, 与, 善, 等。 而, 中庸, 与, 意传, 的合适, 还有形上学理论的结合的作用在, 中庸, 多本体论, 存有论建构, 意传, 除了有本体论之外, 还包含了一些灵星的宇宙论建构, 因此可以说儒家形上学在, 中庸, 意传, 之时达到了一个高峰, 而由宋明儒学家直接继承之, 结合之而发挥新意之。 穆先生又说, 臣, 是功夫也是本体, 此说亦无误, 臣作为价值意识的概念, 即是以, 天之道, 说之, 即是以其为天道的终极价值意识, 因而即是本体。 价值意识的本体即是主体实践的价值其项, 因此可以用来弹功夫作用。 所以臣体是既以天道实体言, 亦是以主体心性本体言, 以主体心性本体言识当然即是性体。 从存有范畴说, 天道实体就是道体, 说实体, 说本体则是分别就其为存有之最终真实意 及价值之最终根本意而说的, 这是旧整体存在界而说的道体, 至于旧人性存有者的主体存在而说时即是性体, 道体与性体皆是旧存有范畴说, 若旧价值意识的概念说时, 它们就是成体, 人体, 善体, 明德等等。 可见, 每一个概念皆有它们的特定功能与使用脉络, 必须要将哲学问题意识厘清, 这样才能不混淆笼统地使用各个概念。 穆先生言于成体者又见下文。 对于天道成体之神既敢真己有积极的体悟, 所谓默契道妙者即在此面有积极的意义。 在联系之体悟中, 天道成体亦是心, 亦是神, 亦是理, 不是如后来诸子之所分解, 天道成, 只是理, 而心神属于气, 时而。 穆先生一直以来的立场就是, 周敦仪是从, 中庸, 亦传, 入手说如学而建立体系的, 而, 雍, 亦, 是说天道为主的系统, 虽然, 雍, 亦, 系统中预设了主体的实践, 但是周敦仪之作品中却没有这么明确的动见, 因此穆先生要补充说周敦仪所说的成体之天道意中必须一极是有主体的意味在的, 所以说, 天道成体意是心, 逼者以为, 周敦仪是使用先情如学经典的行上学命题以说功夫论与境界论的哲学系统, 并不是单留在天道论中说行上学命题, 一旦说及功夫论就是心在做功夫的因此并不是周敦仪体悟的天道成体有心之意意在, 而是周敦仪就是谈了功夫论一旦谈功夫论一旦谈功夫论就必然是心这个存有范畴在作用的, 而其作用时的价值意是其项即是成,即是以天道实体的价值意是本体以为其项, 逼者以为其实是穆先生混淆了行上学与功夫论哲学, 不能独立地看到功夫论哲学的思维脉络, 也没有重视到存有范畴的概念在哲学问题论述中的互通性, 所以才要辛苦地众说这些存有范畴之互通性。 此意下文意同, 连西言成体本乎中庸一传, 成故事理, 但意是心, 意是神, 是, 心神理是一肢体, 是, 即存有即活动, 之体, 真实无妄, 绝不只是客观地形容或止目理, 意主观地形容或止目心, 而心是本心, 天心, 而本心天心即是理。 十三, 本文说成是理, 是心, 是神, 前文意是同样立场的深述, 这就是穆先生企图将周连西分别于, 朱熹思路的做法, 朱熹从存有论思路说天道只是理, 其意在于说作为存有范畴的道体就是一理体存有, 以及是以原理的角色而为道体, 这是存有论的说, 若是功夫论的说, 则此一为理身份的道体将在主体的心的实践中冲击发挥而呈现整体存在界的天道理体之真实意涵, 此一呈现极显神妙, 故而, 道, 理, 心, 神, 的存有范畴全体互通, 穆先生重视功夫论与形上学共构的一路, 也认为这是儒家哲学的主要形式, 但却是对于纯粹从存有论进入言说道体的思路有意排斥, 以为它就是有别意于功夫论与形上学共构的一路, 逼者以为, 说两路有哲学基本问题意识的差异是可以的, 说两路的思路之差异有哲学基本立场的不同, 甚至对立, 是不可以的, 但是穆先生却因此强以臣, 诸的一路为, 只存有部活动, 而以周敦仪的一路为, 即存有集活动, 以及是说周敦仪的臣体发为天道作用的流行以及主体实践的故事,